在罗马书的第四章 我们看到保罗的重点 转向了旧约的亚伯拉罕 也借此说明 神至始至终 都要使不敬前的人 因信称义 熟悉旧约的人都会知道 亚伯拉罕本身是一个不敬前的人 他也做过很多错误的决定 信心在开始的时候 也是会摇动 甚至是会怀疑的 但是神的拣选 神的带领 都帮助他成为最后 人们所熟知的那位信心之父 其实不是因为他做得有多好 而是因为他愿意相信 虽然他的信也有瑕疵 但是他依然用他那个小小的信心 跟着神 所以神称亚伯拉罕为义 是本乎恩典 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样的行动 换来的 同样 保罗引用大卫的诗 在第七节说 得赦免其过 遮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第八节 主不算为有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那么神如何不算罪人有罪呢 因为这个罪人 依靠信 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代替 所以这个人 就可以被赦免 被遮盖 这个人就是有福的 那么今天我们 是否要拥有这样的福气呢 愿神借着今天的经文 建造我们的信心 相信他的救恩 相信他的应许 甘愿让耶稣基督 来代替我们 一直依靠这个福音 来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